一位小姐衝進派出所報案 說她的手機定位一直跑 懷疑被人撿走了 警方根據路徑開車緊跟 發現整件事情誤回答了 手機就是放在這個 擋風玻璃前面的雨刷上面 女生一看就說 這就是她的手機啊 對 然後她就很開心 原來施主黃小姐 把手機吊在地上 經過的民眾以為 是旁邊車主的好心 幫她放回擋風玻璃 跟雨刷的縫隙中 想不到車主是一位阿伯 說自己有老花 回來開車根本沒看到 沒注意一定看不到的 要高一點 要坐這樣子高一點才看得到 阿伯開著藍色小轎車 就這樣穿越大街小巷 從台中南屯黎明路一段 到城宮嶺找朋友 最後回家停在王田交流道附近 手機搭便車流浪了八公里 才勿貴援助 是警方到達現場 找到這位先生的 他想說 原來有這部手機 放在我的車子前面 熱心民眾自作主張 幫手機找主人 卻差點讓施主以為 手機被惡意侵佔 最後真相大白 手機裡上百張跟家人的合照 失而復得 放下行中大石 記者中二的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